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现在是要你行婚 就是你找个刑事婚姻 然后结婚要给别人看 对 他实际上你爸没走出来 你爸金贵了 你出贵他会贵的 是 好 亲爱的各位道友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 能够来参加我们的 第四期行婚大典式的活动 好 十五号 请问你为什么要行婚姻 主要是父母的原因 因为我跟我父亲 是坦白的这个事情 他从来没有哭 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哭 然后他召唬我 说你必须找个女孩 找个男孩 找个男孩 快点 结婚了 我也拿我自己亲身塑胶 就是说现在我没有出轨 但是我已经醒过 对吧 你可以跟父母去聊一聊 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是时间的问题 肯定要藏开了 现在老妈已经能接受我不生小孩了 但是还是要你有一个下一代 对 对吧 那不还是一样吗 直接的肯定是无效的 就是委婉地 见解地跟他提 不断地提 把他思想慢慢地沟通 差不多中间经历了三年的一个时间 他现在慢慢已经能接受 我喜欢女孩子 像我们人家都说 你到现在 你周恩集合到现在没有孩子 好像人家都像背后说笑话一样 他讲出来没有后代谁来照顾他 还没人照顾他 我们老了肯定是周恩来照顾 他能 가지고我 现在有没有人照顾我 如果他能无所谓 可能会到你口 我家是女孩子 他就可以参照了 就是自己生日子 但是还没有人照顾他 所以他没有人照顾他 三个二十年来 对他 对他 对他也会伸到三个年來 对他有一个影响 对他说 就是说 你要出去约会 我要出去约会 那谁照顾他 你爸妈照顾那个小孩 你爸妈照顾那小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